天氣冷來上一份熱呼呼的牛肉大餐 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 而這樣比臉大 比手掌還大的牛排 台北市陽明山國際獅子會 舉辦捲血活動 讓你帶牛排回家 為自己 為家人補充營養 抵擋寒冬 不怕冷 尤其現在冬天 那個血荒問題更嚴重 所以我們就是用送牛排 然後鼓勵大家來捲血 冬天吃牛排最好嗎 當然是最好 就是補身體 讓我們國人可以像牛一樣 那麼勇猛有力這樣 因為捲血有冬季換 當然要稍微好一點 嗯 覺得牛排怎麼樣 不錯 它那個是美國牛排 很好吃 天氣冷吃起來 非常好 尤其美牛比澳洲牛排更好吃 遠返冬天因為天氣濕冷關係 就會降低民眾捲血意願 今年又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更讓大家晚秀捲血的意願 降低許多 導致這一陣子 雪庫經常出現 庫存量不足的情況 陽明山國際獅子會 既出捲血送牛排力多後 捲血的人潮明顯增加 陽明山國際獅子會再加碼 無限量供應牛排 還有遠從中立桃園騎機車來 捲血的民眾 那還有一位媽媽她就是連續來了三天 那因為我們捲血太熱烈 那牛排也都提早發完 她來了三天都沒等到牛排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是最後兩天 我們決定就是牛排無限量的供應 只要來捲血都有牛排 血液庫存量天氣越冷 越容易不足 捲血正牛排的活動 從12月6號開始連續六天 鼓勵大家持續接力捲除熱血 最後一天無限量免費贈送 做好事也為自己和家人補充營養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 不限量謝謝